他算的極數有7加8-9加10加11-12 這到第99項總和 對吧 他說這個極數有規律性 每一項絕對值7、8、9、10、11、12都呈現整差 -3的倍數項 好不好 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三項 第四項、第五項、第六項 好不好 都是負數 麻煩你加起來是多少 換句話說 其實你找出他規律 他規律以後 你看這99個數字有什麼規律 7加8-9 對吧 加10加11-12 對吧 我是玩下去好不好 加13加14-15 再加16加17-18 以死類推寫幾個 99個 換句話說 他彼此三個正正負 對吧 這三個正正負 這三個正正負 每三個一組 每三個一組 彼此成一個正正負的旋律 有沒有看到 那其中你試著 乾脆 把三個一組 三字一組 三個一組 三個一組 按照他的規律好不好 你把這三個相加 這三個相加次起 0 9 你把這三個相加 21-12次起 9 你把這三個相加 27-15次起 12 你把這三個相加 多少 15 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他剛好形成一個什麼現象 等差現象 對吧 所以說加幾個 所以說原本是要加幾個 加99個 像三個一組 三個一組 三個一組 麻煩你加了第幾項 第三十三項 這樣了解好是意思嗎 可怕你 所以說這時候 三個一組 三個一組之後 有幾個 有三十三個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麻煩你把相加行不行 那怎麼做 麻煩你等差總共怎麼算 首項加墨項 乘以各數除以幾 2 所以說告訴我首項是幾 6 墨項是第幾項 第三三項 第三三項可以寫A1加幾株 32株 所以A1是幾 6 公差是幾 3 32乘3 96 所以說 最後一項是幾 102 所以說告訴我 所求是幾 所求麻煩你帶等差公式 首項加墨項 總共幾個 剛才講過 總共幾個 三個 垂直2 這樣行不行 所以算出來54 好不好 因為6加1024 108 所以說54 乘333 對吧 算出來是1782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 OK